柔佛巴西古当上月发生空气污染事件 导致上百名中小学生和成人呕吐昏炫入院治疗 截至今天为止还有十所学校被列入高风险区 早前州政府成立特别小组在110所中小学探测空气污染指数 随着环境局的气体探测仪借用期在今天到期 州政府要求环境局继续将探测仪装置在十所高风险的学校 除了密切监督空气的素质 万一发生状况也能及时应对 将伤亡程度降到最低 掌管教育 人力资源 与科医事务的柔佛州行政议员阿米诺胡达 今早巡视受空气污染的五级达利亚国中校园后表示 环境部用来侦测空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工具 应该保留在校园内 尤其是被列为高风险的学校 这完全是 他认为环境局提供的气体侦测器 可以优先派给靠近工业区的十所学校 以便校方能够直接监督空气状况 甚至及时采取应变行动 另外 州政府也设立援助基金 呼吁外界踊跃捐献医药费 给当地一名患有肌纤维颤处症的 12岁男童伊法瓦菲 他准备在9月考完小六鉴定考试之后 接受治疗 伊法瓦菲是巴西古当五级伍利亚国中的学生 今年3月发生津津和污染事件后 入院治疗10天 是入院治疗期最长的患者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